可是玻璃屋也不能住人呢 要不我帮你找一找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 没关系 我邀请他住我家 云生哥 你找我有事啊 进来说吧 不用了 在这说几句我就走了 刚才陈教授告诉我 原本定的周三时间没问题 是你言的 是吗 可能是信息有误差吧 还有就是你没有告诉苏盈 我们和陈教授开会的事 她的定员等了我很久 我 我刚才听陈教授 讲话的时候 我一时把这事给忘了 我去找你 苏盈姐生气了 要不我帮你去跟她解释吧 不用 苏盈没有生气 我们都很珍惜彼此 不会因为这些小事 起政治的 米白 通过这几天的相处 我有一些 有一些感觉 还是跟你坦白出来比较好 我不知道是因为巧合 还是因为 一些其他的原因 你最近的一些行为 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 不舒服 对于我跟苏盈的恋爱 你似乎是有一点点介意的 当然啊 我希望这个只是我的误解 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现在告诉我 没有 你误会了一声哥 那这样最好了 因为如果 我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我相信苏盈也一定会有 她是我女朋友 我得保护好她的感受 如果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的确 是做了一些比较冒失的事 还有一些巧合 如果让你和苏盈姐误会了 我以后会注意的 那这样 今晚我就先回清语了 现在吗 可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买到最后一趟航班了 这么着急啊 不能明天跟我一起走吗 不用了 我们就在医院见吧 走了 早休息 我买到最后一趟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答应过你了 不会让你找不着我的 怎么这么好啊 那你今天还要上班吗 嗯 那下班之后有什么安排 要不要补过一个纪念日 下班之后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事啊 回宿舍 搬家 搬家 真要搬到玻璃屋呀 嗯 嗯 云生哥 你这是在 干什么呀 搬出去了 搬出去 对 搬到玻璃屋去 为什么呀 嗯 宿舍太吵了 这两天要手术 我想清清清清 可是玻璃屋也不能住人哪 嗯 嗯 要不我帮你找一找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 没关系 我要请他住我家 哦 对 哦 嗯 那你们收拾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不去玻璃屋吗 嗯 嗯 嗯 不去玻璃屋了 你要是真想住玻璃屋 那就去住呗 别啊 你都提了 我再拒绝你 多不好啊 没事 咱俩之间 还这么客气干啥 没跟你客气 赶紧收拾吧 收拾完去你家 来 请大人品尝 不是说早餐我来做吗 你做我做不是一样吗 倒也是 快吃吧 尝一下 尝一下 尝一下啊 怎么样 火候刚刚好 以后天天给你做啊 嗯 你也吃了吗 嗯 吃 你今天不上手术吧 你不上了 为了明天手术 去医院多看你资料 嗯 赶紧吃 趁完了上班 嗯 那我上班去了 那我上班去了 嗯 再等一下 怎么了 这是什么呀 这样我就陪在你身边啦 谢谢你 好了 快去吧 注意安全啊